好,这是一首四首联谈的作品 四首联谈顾名思义有四只首 也就是说有两位表演者要共同完成这个作品 来看一下谱面上有左边和右边两张谱面 左边写的是secondal,右边写的是primo primo同学负责高声部的音区 高声部的音区他也是主要负责的是旋律部分 左边是secondal同学 secondal同学是在低声部的音区 主要的负责是伴奏部分 但这并不是常态 左边的secondal同学经常也会弹旋律部分 然后右边primo同学要给他伴奏 所以旋律跟伴奏经常会相互交换 在secondal和primo之间 好,我们来看一下primo同学第一页 好,他第一页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行 是有三小节加三拍的空拍 第四小节第四拍进来 所以我们来数一下第四小节 从一二三四 好,这是第一页primo的空学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secondal同学在干嘛呢 secondal同学在弹伴奏部分 好,基本上是这样子的伴奏部分 好,我们来可以知道第一面是在F major上面 然后到第二面呢 一下子变到了G major 然后我们的旋律也是从第一页primo同学 转到了第二页secondal同学这里 好,我们来看一下左边secondal同学 看旋律是怎样的呢 好,马上紧接着旋律又移到了右边primo同学 然后转到了左边 然后转到左边 然后转到左边secondal同学 好,整齐结束 所以它的旋律是在第二面上面发生了天翻覆带的变化 在第二面上面旋律是从首先开始从secondal 然后到primo 然后再转到了secondal 好了,这就是我们这首四手联谈 记住,我们在一般谈四手联谈的时候 不仅谈好自己的身部 自己的部分 同时也可以把对方呢 你的同伴的部分也可以谈 然后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可以相互了解对方的部分 然后这样可以进行更好的合作 好,今天就讲到这里啦